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已经准备好了来建设咱们这个生命之术啊 我已经铺好了40个这个橡树的树皮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伙伴们呢 找来了这个箱子啊 放入了这个建设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 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的东西 看给大家累的啊 好我们应该是就可以直接完成了呗 咱们来和德尔顿说话 好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拿出这个生命原木啊 等他们建设好这个房子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生命原木摆进来 好我们事先将摄影头材料放入收纳箱 居民便会代为组装 OK开始干吧 伙伴们 那咱们让他们先干 咱们就睡一觉去是不是 哎呀我的房间呢 这边啊 好好干啊 我们也得休息啊 休息好才能这个干的好啊 好咱们呢继续去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建筑啊 完成的一个情况 百分之三十了啊 呀伙伴们你们赶紧来啊 咱还吃饭去了 这么关键时刻是不是 吃啥饭呢 赶紧干吧 好现在已经设置了这个百分之三十一啊 复活这个树 现在一直在叫我说没有生命原木啊 你不得建好了我才能放吗 我们来和这个阿秋说话啊 要让我们去找这个新的线索 找新的线索啊 这块是不是要放五个这个生命原木啊 咱拿出来啊 先这正中间放一个就可以了 好咱们先来放一个 OK 大树的设计图一完成 这个呢也只是他这个工作的一个部分啊 并不是说所有东西都完成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去阿秋给我们指示的那个地方完成一个任务啊 咱们要看一看这个地图在哪 在最下方 我们要去的是这个地方啊 找出花的种子 那咱们一会传送到这个巨鼠山丘 然后呢 静直的往东走就可以了 走往东 这个方向 说让我们去找花的种子 就是这儿了 蒙曰之白花为大地的抚慰 抚慰就在海角的前方之处啊 又是让我们飞过去了 对不对 飞 首先应该是白花岛吧 好 这里是巨鼠族的岛啊 是我们的这个盟族啊 他呢召唤出他的长老了 我们走吧 去找他的长老去 长老应该就是这个巨型的鼠吧 来的好啊 人类 三种种子之一啊 就在我的宝箱中 这 然后呢 直接就拿走了 好 得到了白花种子 你看我就说这个白花岛吧 OK 太好了 感谢你 大叔叔 向大鼠问过话 之后再走啊 好 那我们要和哪个大鼠说话啊 这里应该是没有了啊 没有这个大鼠了 是不是 搞定 飞回家去 好 我们完成了阿秋的这个任务 来吧 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白花种子怎么办呢 好 接下来他们会继续的来啊 制作这个大树啊 打造咱们的这个生命之术 然后呢 需要我们再一次把相应的东西给他摆上去 所以这个大树应该会再次被开始建造了 好了 同学们 我们今天先给大家玩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下一个有进展的时候 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同学们拜拜